黑话原本起源于江湖,猫咪江湖的黑话你听过几个? 今天,苗克帝国带你领悟猫圈独有的交流用语。 1.有猫阶级 解释,养育一只或多只猫咪,便以此沾沾自喜甚至自豪的阶级,但被无猫阶级和狗党称为猫奴,反义词,云养猫,患者。 事例,别看小王到月末穷得连泡面都吃不起了,人家可是有猫阶级呢,冰箱存的都是高级猫罐头。 2.富的流猫 解释,富裕到能同时供养多只猫咪,形容非常富有的猫奴。 事例,小王家自拆迁后天天想过年,养了好几只白的黑的橘的猫,真是富的流猫。 3.掏光养猫 解释,收敛自己的才华,偷偷养猫,不让养猫这件事暴露。 事例,小王从不参加单位的各个文艺活动和比赛,即使是掏光养猫呢,家里的猫一个赛一个的油光水滑。 4.撒豆成猫 解释,喂养野猫的爱心人士在撒出猫粮后,四面八方即可涌来数量巨多的野生猫咪,速度之快和数量之多,犹如撒出的猫粮变出了猫。 事例,小王每天傍晚都带着一大包猫粮,一下楼就撒豆成猫,瞬间被嗷嗷逮捕的野猫包围。 5.没有猫病 解释,精神猫奴由于无法养猫,拥有猫而患上的重症疾病。 事例,小王年纪精精的得了没有猫病,看到猫跟发了风似的扑上去。 6.猫风日下 解释,植猫的风气日趋败坏,一天不如一天,特制猫的素质。 事例,猫风日下,小王刚收养的几只猫昨天还只敢吃猫碗里的猫粮,今天竟然一个一个都跳上了饭桌了。 7.闭猫自贞 解释,不管再丑再笨再坏的猫只要是自己的,猫奴都会当个宝,不许别人说一句不是。 事例,虽然小王家的猫是个黑不溜秋的土猫,但它闭猫自贞,睡觉都要搂在一起。 8.雪中送猫 解释,比喻给急需吸猫的猫奴送来精神支柱。 事例,千里送橘猫,李重秦更重,一周眉吸猫的小王浑身难受,同为猫友的小李立刻雪中送猫,让小王洗个够。 9.盼若两猫 解释,形容某猫前后的身材容貌明显不一样,像两个猫一样。 事例,别看这只橘猫能吃能睡像蜘蛛一样,它小时候可是苗条又好动呢,和以前真是盼若两猫。 10.大橘为重 解释,指橘色的大猫通常体重特别重,橘猫的特定用法。 事例,今天抱哪只猫吸呢?吸橘的还是吸白的呢? 吸白的吧,毕竟大橘为重,可能抱不动。 欢迎来到真实的猫世界,在这里了解关于猫大人的一切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